基督徒所遇到的考验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的 并且会来自不同的途径 但是基本上他们离不开两个范围吧 一类是另外一类的反面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范畴 第一个范畴是当事情太困难的时候 第二个范畴就是当事情太容易的时候 那很多人都明白我所讲的第一点是一个问题咯 但我想圣经显示出一些经验 肯定了每当事情来得太困难的时候 那很多人都会忍耐的 那反而当事情变得太容易的时候 他们却不能够成功呢 我会从耶稣所讲的一个很熟悉的比喻当中 给他解释这两种相反的考验 这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了 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的 那我首先读出这个比喻 然后再看看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解释 比喻是这样说的 当许多人聚集 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用比喻说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见他 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 有落在盘石上的 一出来就枯干了 因为得不着滋润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一同生长 把它挤住了 也有落在豪土里的 生长起来 结识百倍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十一节到十五节 耶稣他亲自解释了这个比喻 圣经是这么记载说的 这比喻乃是这样 种子就是神的道 那些落在路旁的 就是人听了道 随后魔鬼来 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 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那些在盘石上的 就是人听道 喜欢领受 但心中没有根 不过暂时相信 即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 那落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走开以后 被今生的思虑 钱财艳乐挤住了 便结不出成熟的子力来 那落在豪土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 并且忍耐着结识 那我相信你会注意这个字吧 忍耐 那等一下我会再来说说 这个问题的 这个比喻指出四种人呢 对于神的话 都有不同的反应 那第一种 就是落在路旁的种子了 是神的话没有进去 这个人的心里面呢 没有被神的话进入里面去 而他也不关注这些话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落在磐石上的那种呢 那代表那些听了道 但不能够忍受考验的了 第三种 那就是落在荆棘里头的 代表那些被今生的一些思虑 钱财和雁落脊柱的人 那么第四种呢 就是我们都想要做到的 都想试的 那就是有忍耐结果实的人了 我们不花时间讲第一种 因为种子从来没有进入到 这种人心里头 当种子一落下 就已经被雀鸟个吃掉了 现在我们要集中来 看的是第二种和第三种 第二种 那就是那些听了道 但不能够忍受考验的 就是落在磐石上的种子了 第三种是落在荆棘里头的种子 当一发芽 就被荆棘挤住了 那这些荆棘就是生命当中 那些思虑啦 钱财啦 艳乐啦 等等等等 我们思想一下 落在磐石上的种子吧 那就是那些不能忍受考验的人 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二十一节 耶稣在这里解释这个比喻说 只因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极致未到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那我想强调一个字啊 那就是极致 极致未到遭了患难 或者是受了逼迫 耶稣没有说 假如遭到什么患难 或者逼迫了 而是说极致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些患难 甚至是非常强迫的 也强烈的一些逼迫 那现在这些人的问题就是了 种子不能深深的 扎根在泥土底下 因为磐石的缘故啊 种子落不到泥土的深处去咯 所以当太阳一出来 这棵植物虽然是生长得很快 但是同样很快的就枯干了 就死了 因为它的根呢 没有扎进深深的泥土当中 这么多年以来 我看到有很多的人呢 就像这种情况一样的 我曾经看过有些人 信了主以后有极大的改变呢 热衷于他的新生命 你也会觉得真是太奇妙了 但我却会问我自己啊 最近他们是不是成长得太快了一点呢 他们会不会成长得太快 而至深深的扎根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长得快 根深不深了啊 当试炼来到的时候 他们就会 上次几年之后 你就会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再能够找到他们呢 还看不见他们了 似乎是他们已经在我们中间消失了 那让我们来看看第三种了 那就是落在荆棘里头的 他们的问题是 那事情太容易了 而他们的问题就是 生命当中的思虑 钱财和大家都追求的艳乐 钱财和艳乐使生命相当的自在舒服 没有什么大的困扰 也没有任何的 或者说没有那么多的敌对和压力吧 事情样样的好像是来得太顺利 太美好了 那我就心里看一看 耶稣在路加福音的17章26到29节 在这个地方所说的 他说到 在末世的时候 世界将会变成怎么样呢 他还把挪亚和罗德的日子 做了一个比较 那他说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这就是这个世代的结局了 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 又娶又嫁 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洪水就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又好像罗德的日子 人又吃又喝 又买又卖 又耕种又盖造 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 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那第三种人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的问题就是被短暂的事物所迷惑了 耶稣曾经列出了这样的事物 就是吃喝啦 驾许啦 买卖啦 栽种啦 建造啦 那现在我要指出的就是 这里的每一样 在我们的当中啊 都是能够看得见的 这每一样都不是罪啊 罪是在于我们一心一意 招了迷 或者是迷恋了这些东西 我们看不到永恒的价值 而我们对那些更重要的事情 却不理会了 我们光在那儿想着 注意着这些今生短暂的事物 多于做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 耶稣在路加福音的21章34节 对有罪流问题的人呢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警告 你们要谨慎 恐怕因贪食醉酒 并今生的思虑 累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 看到了吧 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警告啊 不要因为这些短暂的事情 今生这些短暂的事情 被它缠绕起来呀 当事情太顺利的时候 当你有了钱财艳落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记住 这些不是最好的 世界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不要看不见永恒的事情 不要让这些事情挤住了你 心里头神洒下的种子 也就是说神的话语 你不要忘掉了 那最后我们来看第四种 就是那些真正生长结果的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15节 圣经说 那落在豪土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 并且忍耐着结实 好了 我提醒你注意 要是没有忍耐 是没有办法能够有结实的 就是结果累累呀 忍耐是最重要的 你可以接受了种子 它就可以开始 在你的生命当中生长 各种叫人兴奋的事情 都会发生的 你会和神有奇妙的相交 你会有奇妙的改变 奇妙的新的生命 但除非你能够忍耐 否则的话 结果不会是神 所希望的那样的美好的 只有忍耐到底 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坚持的 持守的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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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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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